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拿达和亚比乎被主杀死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仁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德国圣经将学习利默记的第十章一到七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乎 跟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防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 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 我在精进我的能中,要玄为圣 在众民面前,我要得农药 亚伦就默默不言 摩西招了亚伦叔父,乌靴的儿子 米撒利,一粒撒法来 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金属 从圣所前抬到营外 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 袍子抬到营外 是照摩西所吩咐的 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撒以他马说 不可盆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一伤 免得你们死亡 又免得耶和华向汇众发露 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存家 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 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 恐怕你们死亡 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 他们就照摩西的化行 那么在第九章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在被祝圣为祭司之后首次献祭 亚伦和摩西进入了会幕之后 出来并祝福了百姓 神表示了约纳他们的献祭 那么第十章的开头的事件 似乎与第九章的事件 是发生在同一天的 也就是 乘圣于祠完成之后的第二天 那么亚伦的儿子 拿达和亚比夫 拿着他们的香炉 乘上火加上香 在神的面前献上 那么这里的重点是 所使用的火上面 那么在这里被描述为是防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那么有的版本 是防一层 亵渎之火 那么你可能会说 我们没有在历末纪或者在 出爱奇基督读到任何有关火的命令 我们曾经读过香 但是没有读过火 那么这就是重点 他们因为给予献香 没有等候主的诫命 神没有向他们 启示从哪里取火 也许是有的 我们只是没有阅读到它 但也有可能是上帝还没有向他们 启示这条特别的诫命 他们可能假设上帝 无意关心的就是 像任何的火都可以 那么在历末纪的 第十六章十二节中的 有关赎罪日 进入曼子内的大祭司的香奴的火将来自方祭坛 从这个命令来看 很可能这就是一直 他们只能取火的地方 而且这不仅仅是那一天的命令 拿达和亚比乎会从哪里得到这个火呢 显然在会幕的院子里还有其他的火 但他们没有等待主的命令 而是冒昧的形式 所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么在今天我们也要好好地学习这一课 在这里 拿达和亚比乎 可能是没有违反主所谓的 你不可以干某事的命令 他们决定在主没有明示的地方说 他们没有主的吩咐 却为敬拜主而行的 那么在今天很多人认为 只要神没有说不 我们就可以做 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们为了获得可以做某事的权柄 我们必须要有上帝向我们所揭示的内容 获得来自上帝的权柄 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权柄 神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保持着沉默 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神的沉默 不要在神没有明示的地方 用自己的话语来代替神说话 那么摩西告诉亚伦和百姓 上帝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这里并不是说简单地斥责的 能要敬拜神 就必须要承认 神是圣洁的神 他不会接受 他没有规定的方式来崇拜 即使很能明必须知道这一点 那么当摩西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亚伦保持的沉默 他没有反对摩西或者上帝 那么这里上帝用火杀死了 拿达和亚比乎 当然可以看出来并没有烧毁他们的身体 然后摩西就叫 米撒利和伊利撒坊 把斯利抬到营外去 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可能并不熟悉 但我们之前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二十二节中 见过这两个人 他们是哥侠家的宁默 这两个人是亚伦的谭兄弟 那么在这里亚伦、伊利亚赏和伊塔玛 甚至不被允许 因为这两个的死而哀悼 他们甚至不能表现出一些哀悼的迹象 比如说撕裂衣服等等 以免他们也死亡 因为不会有人可以去抱怨上帝的 他们必须要留在会幕里 但是其他的以色列人 可以因为神所发的火而哀悼 那最后在本节说明 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 就按照摩西所说的而行的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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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